全台已经累积7,115名学生确诊 并有1,256所学校停课 眼眼看4月30号的统测就要登场 没想到如果有考生被临时通知确诊 就会藐失去饮食资格 那么在应考中阶或卫生单位通知为确诊的考生 该考生应立即不得应试 后续升学采招生名额外交的方式 来对该考生进行补救 无论是轻证还是重症 只要确诊就不能参加统测 但5月1号台铁也停止 少了火车能坐 统测也还没结束 考生的权益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学校来帮忙协助安排 接驳车辆 游览车或是甚至计程车 费用教育部会全们来协助 3加4居隔政策上路 但学生已经确定只要被匡列 就要隔离7天才能返校 老师也是比照办理吗 但快筛季够用吗 4天的期间 能够尽量还是以在不到校为原则 那7天都要线上上课 我们卫生单位开的及格的单位 他本身就会配置给他这些快筛 考试防疫规定也出现不同标准 就算被匡列隔离 也不能参加国中会考 而国内确诊数持续飙升 也考验着校园防疫 如何守住 实施安危 记者黄义均 学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们在周天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者车上 可以看到正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雾化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好 好 好